大家好呀,今天我们从零开始,先打香料 制作银霸鸡肉饭,Briani 鸡肉清洗后切大块,加入冰块,清凝 清凝皮和鸡肉放一起泡水一小时 把Smarti大米清洗至水澄清 这种米有很高的吸水性,做出的饭比较干爽,没什么粘性 非常适合这种佳味的米饭,如果用其他米替代尽量选年轻小的品种 加水没过大米,浸泡一小时 Briani香料每家的配方都略有不同,这里我只介绍我的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肉桂,不是我们中式的桂皮 另外有一味香料肉豆肉皮,我没有买到就不放了 当然啦,怕麻烦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买市售的Briani香料粉 准备一些皂红花,这个是皂红花颜色的色素,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准备一些薄药,准备一些薄药和香菜叶切碎 这个姜蒜泥是用五斑大蒜和15克去皮生姜倒成的 大家在做的时候尽量稀一点 脏红花半小勺磨碎 加到100毫升开水里 再加入脏红花色素,放在一旁让它泡一会儿 把绿豆蔻,黑豆蔻,还有肉豆蔻大致捣碎 方便后面打粉 把除了香叶和肉桂以外的其他所有干香料打成粉 两杯半的冷油里加入300克洋葱丝 稍微拌一下,让洋葱全部浸在油里 然后用中小火炸洋葱 洋葱开始变色后,调成小火,时不时翻动一下 最后达到这种金黄色,捞出控油放在厨房纸上 把洋葱丝拨散散热 泡好水的鸡肉,控干水分 加入酸奶 姜蒜泥 一大勺刚刚抹好的香料 三小勺灶红花水 一小勺盐 再加三分之一的炸洋葱 一大勺葱油 拌匀腌制最少半个小时 烧两生水,加一勺半的盐 加点绿豆蔻,一片香叶,半个肉桂 水开加入泡好的大米 煮五分钟左右,让大米达到九成熟 五分钟之后尝一下 大米基本熟了,但有一点点硬心 捞出来控干水分,放一旁备用 锅里倒入半杯葱油 加入剩下的香叶和肉桂炒香 倒入鸡肉 鸡肉表皮变色,加入两大勺香料粉 半小勺姜黄粉 香料拌匀以后,加一个切碎的番茄 调成中小火,先煮十分钟左右 中间尝下咸淡,再补一小少盐 再继续煮一会儿,直到澄清的油吸出 之后就可以开始组装鸡肉饭了 我用的多功能锅,你也可以用破沾汤锅在灶上煮 顺序是一层米饭,一层鸡肉,一层炸洋葱和香菜薄荷叶 一共三层米饭 用炉灶做米饭,最上面一层布好以后 在米饭上戳几个洞可以让蒸汽均匀分别 最后倒入灶红花水 最后倒入灶红花水 电锅用煮饭功能或者普通锅放在炉灶隔热板上 用最小火煮二十到二十五分钟 我这已经是满屋飘香了 下面来说一下味道吧 鸡肉很软,米饭的味道层次丰富 有鸡肉的鲜,洋葱酥的香,还有各种香料的风味 盐味也刚好 一般吃北雷安妮会搭配Ryta酱 Ryta是用酸奶,黄瓜,薄荷自然粉做成的蘸酱 我今天拍摄太累了,就只搭配了酸奶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好吃的鸡肉饭 不会因为香料太多,让味道很奇怪 大家可以试做一下,然后分享给我你的成果 还想看我做什么菜,就请在评论区留言吧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关注我 下次见喽,拜拜